全油管最快新闻,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上发表重要讲话,提出了加强金砖合作的倡议。 他强调了金砖国家在推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,并提出了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的中国倡议。 习主席还呼吁金砖国家要在经济、政治、人文等领域加强合作,共同应对全球挑战。 他宣布了一系列务实举措,将推动金砖合作进一步发展。 这一讲话受到了与会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。 金砖国家应积极回应习主席的倡议,共同努力推动合作成果更加丰硕,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